前后在三家广告公司工作过 之后呢我开了一家淘宝店 因为我主要这个职场经验很少 就是人与人沟通啊的机会也比较少 这个也是我想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找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家好 我叫刘春 今年28岁来自北京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很开心能够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 来展示自己 今天我主要是想寻求一份与时尚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刘春 张老师 你好 你的这个北大是哪年到哪年 北大是06年到09年 三年 对 是续本 对对对 是那个成人高考的那种 大专毕业是哪年 大专毕业是05年 05年之后干嘛呢 我是从04年那个年底的时候 然后那个就开始实习了 然后当时是在一家公司 然后做广告执行 然后07年我就开始做了我自己的那个淘宝店 淘宝店 卖什么 卖时尚女装 怎么样做的 做的还不错吧 现在是两个宫贯 你一个人 我跟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工作吗 他开始是有的 然后后来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他就开始负责上货 对就是我们就一起 男朋友今天有没有来 有来 哪呢 张老师好 你以前是有工作的 我原来是有工作的 后来把工作辞掉了 因为他这个工作特别特别忙 基本上没日没夜了 现在已经 因为也担心他的身体嘛 就是需要出大力留大汗的 对 男孩嘛 你来 对 在家里面动脑子的 对 搞设计的 他来 对对对 你俩谁更重要啊 当然他比较重要 他是我老板嘛 认识到这个问题就很好 说明你很清醒 请坐 我不知道 两贯吗 两贯 两个皇冠 两个皇冠算怎么样 两个皇冠很大 他一年的话 我觉得收入几十万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一定 问一下是几年做两皇冠 看什么时间的皇冠 如果是短期 收两皇冠是很厉害的 我是长时间做的 因为我从07年开始做的 那纯利一年下了 有多少 差不多30万左右 30万左右的纯利 挺好的嘛 两人一半匹 一人15万 你拿大主意 是吧 你管大事 你是老板 你分个25 给他5万 是吧 为什么要出来找工作呢 因为是这样 就是首先呢 就是说我有几个原因吧 然后呢 就是因为做淘宝 是特别 就是累人的一个活 然后呢 就是属于那种 日夜颠倒 就对身体特别不好 第二个原因是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没有什么工作经历 然后呢 就是可能自己也缺 觉得自己缺乏一些知识 就是想走出来 然后呢 就是更加丰富自己的内涵吧 说的是不错 但他忘了一点 做淘宝是给自己打工 去公司 是帮老板打工 这个心态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选手的 就是他整个的那个 这个精神状态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积极 给我的感觉 怎么不积极了 啊 就是他讲 你就喜欢疯疯点点 不是 他讲他自己 其实他的淘宝店 做得挺 我觉得挺不错的了 但是他讲自己淘宝店的时候 我看不到一种 就是一种兴奋的感觉 人家现在不想做了大哥 人家不兴奋了 所以才出来找工作 但毕竟是他过去的成绩 他这个 我估计啊 就跟他那个 跟电脑打交道过多有关系 我刚才也想说 就是他说的过程中啊 我就是有点 就让我觉得这个声调 越来越降 越来越降 就是 就是听起来就 没有那种活力 就可能 在电脑上打字的时候 充满活力 亲 就是亲 那个啊 对 就是说话的时候 说的比较少 小飞这么批评过我 说我的生家原来 这样显得不活力 舒斌你真的是 我跟大家多说一下李舒斌 李舒斌其实 舒斌我可以说 咱俩的渊源 对不对 可以可以 李舒斌 如果按照借数来说 是正儿八经 的是我的学生 但是我老觉得 李舒斌长得跟我大爷似的 是老点 是老点 舒斌我跟你说 你的那个状态 也确实可能 小飞说的对 就是你的那个状态 也有点沉 但是我觉得流程 比你好多了吧 其实 没事 舒斌改天 我给你送一些面膜去 会好很多 其实少刚 其实少刚 面膜还在让人微笑啊 就根本这件事来讲 其实是有科学研究的嘛 然后那个 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当中 7%取决于你说话的内容 38%取决于你的语音语调 55%取决于你的肢体语言 所以说真正一个好的沟通者 在过程当中 最先让人印象的是你的肢体语言 然后你的语音语调 最后才是内容 所以说我们技术少刚 其实就是技术少刚在台上 然后包括 语音语调的变化 明白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沟通 所以这样啊 咱们呢 别把沟延的话 当成批评的话 兴奋一点 我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不过作为一个 连续五年 在家里宅的一个女孩 今天在这个台上表现 已经非常不错 我觉得就是嘛 对不对 何况 一直带着那么窝囊的一个男的 是吗 不能太风风天天 第一印象各位 到了大家通过第一印象 来决定刘春的去留 选择 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淘宝的经营方面的经验 真的是不多 在摸索 如果说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 这方面的职位 你还愿不愿意去做 没搞清 你们还是没搞清 刘春你听我是不是特别懂你 第一 虽然我们想周围有更多的人 同事朋友一块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再把干了五年的事再重复 第一 第二如果真是重复 肯定挣不了你现在挣的那么多钱 我干相同的事又挣不了那么多钱 还是给别人干 那为什么我要干相同的事呢 稍等稍等 稍等 稍等 我是不是比较懂你 对 有一些 是不是 所以 我觉得是误导 第一个你五年的经验 这是你职业的积累 如果你能把这个经验当作 就是说一个财富 再去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你之前五年没有浪费 对 他的工程经验 对 你换一种工作 你可能没有这个收入高 我觉得人格有志这样说的 而且呢 我就想知道 你想做什么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弄明白 好 你特别想干什么 你通过说你想干什么 来回答两样的问题 行不行两样 好吧 好好好 来 其实我呢就是说 最想干的还是时尚编辑类的工作 我觉得干时尚编辑应该不太有资格 说实在的 我觉得很难得到这种工作 你如果去时尚杂志 我觉得可能最最最可能的工作是销售 广告的销售 不是小飞你不知道他的文笔 他如果文笔好的话 有那个买手的那个素质 我觉得干时尚编辑没问题 时尚编辑不是文笔好就可以 所有人都认为编辑好文笔好就可以 时尚编辑看你做什么 如果做服装编辑 就对服装有感觉 我对他们还是挺熟的 我觉得机会很小 我想说一下 我们在讨论这个淘宝的问题 我觉得淘宝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圈子 或者是氛围 也不是一个特别的职业 好不好 如果你在这个工具 你使得很熟悉的话 在另外一个状况之下 你可以使这个工具 使得很好的话 值得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是把所有这些问题 都一股脑地堆在你面前了 接下来大家还会提供职位 能宽一些宽一些 因为时尚编辑和你想的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是特别一样 不过要综合考虑 好不好 对啊 这里有个问题 我现在会问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让我考察你的淘宝运营能力 因为说如果你运营能力很强的时候 有资源有团队 你有可能把事做到 好 我的问题是 你的店 每天用户是多少 点击率的话 大概是几万吧 每天几万 你确信吗 对 你点击几万 但我刚才看一下你的网店 我看了一下 每天的评论大概是十条 您是指 就是说哪方面的评论 你每天发多少个块件 淘宝的转化率 顺便也知道 淘宝转化率应该是越远高于 战外 如果你一天有几万 几万可能访问你的网站 转化率算5% 但算的话 一天你至少产生几千单 就像你客单价50的话 一天消失十万以上 全年三千万以上 所以我觉得数据 我会有一定的质疑 我觉得 回应一下 不用对这个有质疑 因为我们家可以算是 就是说一上新 就是秒杀的那种 就是我可能一个 是每天平均几万吗 你一天大概发多少个块件 我如果说是刚上新的话 就是几百个 然后如果说那个平均下来的话 那我没有算过 因为我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嘛 那肯定就会有一些 不是姑娘你不用吧 稍等 我打断一下 不是你先别打了 抱歉 这个是个专业问题 他们这些网络公司 小刚我必须要说 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陈欧算数不好 他刚才说几万 百分之五 只有五百单 没有几千单 所以他那个数据不对 等等 几万几千单 小辉 几万 如果是两万三万以上 数据知道 只有三万流量的 Top店 绝对算很大 Top店了 不是五万 五万百分之五就两千五万 对 五万咱们就两千五万 小辉我觉得数据应该比你好 他没有五万 他几万 你也不知道是几万 哎哎哎哎 你们又无聊了 受高 受高 抱歉 你先别说话 抱歉 我说一下 我问你问 就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不指望 你太基于说 你都没听人的给答案呢 你们就莫名其妙地打坐一团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如果想打的话 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好吧 回答他的问题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家是属于那种 有点 秒杀的 对 像秒杀似的 因为我经常写一些帖子之类的 可能我也有一些拥护者 所以说我一上新的时候 他们就会直接过来买 而因为我们呢 就是说你 就是主要还是人数比较少 就是就我们两个人干 可能如果说像 像您说的 就是说做的大 我也希望 但是实在是忙不过来 所以说 好了 刘晨你生气了 没有 你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你知道 我怎么听出你生气来了吗 因为你生气了 在那儿哆嗦 你生气的原因就是 你觉得自己做网店这事 因为你俩两个人做 做的还是蛮辛苦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提供的 所有的内容 说到的所有的事 和他们想的 都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就会激动起来 我说的对不对 没什么好激动 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可能确实 就是抗压能力 不是特别 抗压能力不好 也不至于哭 你说这不是 最后我以好话收场的吗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你看 能力挺强的 你做淘宝做五年 绝对有很多压力 只是面对公众的时候的 抗压能力会差一点 其实你有一个 很好的能力 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你做事情很坚持 对啊 别哄了 别哄了 人小姑娘就是因为 自己喜欢服装 两口子 心心口口 卖点小货 没有这帮老狐狸 那么精于算计 说我一会儿这个数据 一会儿那个数据 人干的挺好的 没那个必要 我觉得呢 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也非常的努力 就是说 我相信如果说我选择一家企业 尽管我现在可能没有什么职场的经历 也没有什么职场的经验 但是如果说我选择了 我一定会就是从头做起 一定会把它做好 就是因为我相信我能把一个淘宝店 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他做淘宝店 他做不成我这样 就说明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很有能力 好 够了 而且我替刘晋补充 如果谁在公众场合质疑我曾经做了五年 并且我觉得我做的很成功的事情 谁质疑我 我肯定急眼 现在到目前为止 刘晋只做到自己哭 还没和你急眼 所以很大气 谢谢大家 解气了吧 好了吧 可以看答案了吧 来 八位选择 小灰离开 台南离开 谢谢大家 六家牛肉价了 咱们曾经过了 来 聚焦摄影 聚焦摄影给你提供的是我们淘宝商城店的店长 好 好 谢谢你 淘宝 好了 因为我们去年一直卖鞋 然后我们今年大量突然服装 我们服装力缺少一个运营主管 我给你提供这位就是服装力的运营主管 服装力的运营主管 来自好了吗 好 天红基金 我们能给你提供的是一个电子商务部的商务助理 他的工作呢 是负责我们在网上推荐我们的基金 好 谢谢你 来 聚焦摄影 提供的职位是我们的运营主管 今年聚焦摄影在服装时尚加营内有很大的动作 所以我希望你过来 而且我们可以教你 我希望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好 来 咖啡之意 我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一个是店长助理 第二个是市场部的营销专员 来 列聘王 职位呢 是跟沟通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专业给职业经理人提供服务的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客服主管 在那个位置 二位要给建议吗 我要提醒你的就是 你是真的想换一个另外的空间 例如以前是电脑 这样的空间 这样的环境 还是想转型 这个很重要 了解我说的意思吗 好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再见 两样 谢谢您 实在是有点累了 好 谢谢您 再见 树斌 你可以来回溜达 谢谢您 再见 宁晨 谢谢您 其实你很烦 再见 树斌 非常好 留下来了一让一家 而且这求职者多大气啊 虚怀若骨 要是有老板那么说我 我第一个上级灭了他 跟我还给我考察专业性 考察什么专业性 你自己干淘宝能干得过我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开什么玩笑 还把他留下来 两家留了下来 具美优品 咖啡之意 谈钱不张开 我们薪资是五千 五千的时候 早期你会和我们的团队学习 我们尝试培训你 学会一些数据分析的方式 这是让开始 最开始你不会带人 但当你学会这种数据分析之后 我会让你开始学习带人 好 谢谢 那那个尹总 您能提供的薪金是多少 你把那个抽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体现你的胸襟 和我说的你的姿态和柔韧 店长助理这个职位 就是所有看电视人都知道 这个平台上我发布的是三千五 所以我不得不秉承 公平公正的原则 那么营销专员呢 因为我觉得你在做自己淘宝网的时候 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所以这个营销专员的这个职位 我可以给出四千的底薪 然后你的这个营销专员会在精进地区 精进地区 好 谢谢你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了 15秒钟的思考 还愉快吧今天 挺愉快的 挺愉快的 我选择留下陈总也是 不用说 显示咱们大赌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具美优品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独定求职者语出惊人 无厘头幽默 让人抓狂 我今天求职的意向是 化妆品销售总监 其他的考虑吗 会考虑谢谢再见 我忘了 总问的问题了 他怎么一问我脑花空白了呢 关键是最后你卖了五万块钱 你抽被抽百分之十 给那些困难学生啊 我不是我们几个人 我们都是困难嘛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具美优品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谢谢你再见 理由 就我也挺想跟陈总这边学习 我之所以留下他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懂得确实很多 就我想学习 但是 就是具美优品跟我 可能还是有一些相似的 就有一些相似就是都是电商方面的 就是但是 尹总这边主要是因为还要去天津 就我不想离开北京 明白了 津津地区的 哎呀 就我说错话了 津津地区的管理总公司在北京 明白了 对 另外啊 其实电商是非常好的家人行业 真的很好 在过去你之所以累 是因为一个人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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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知道自己 面对的事情 无论是未来还是问题 能够想清楚自己下一步要什么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次经历就是很锻炼我 因为我确实就是说这种不光是职场啊 还是这种就是说经历都很少 对于以后我可能也会说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让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